其實《東方不敗》這件事其實是很香港的 是金龍先生的作品裡面的角色 也是我們香港的電影裡面的角色 廣時跟我分享 其實他在六十後的知青裡面 其實是受香港電影文化影響的深遠 我想不單是他 其實在這個大中華社會裡面 其實八九十年代的香港電影 也都是很多人要共同的回憶 所以我想這件事也幫助他 將這些作品帶到他觀眾的層意當中 雖然雕塑已經有很悠久的歷史 但是似乎很多人對雕塑還是比較抗拒 我覺得很難得就是香港藝術中心 能夠舉辦這麼大型的雕塑